中央棄上宿 天气已报击出 未来一星期 十二冠七七夕高温严阻 中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三十八度以上的高温 该管政府楼港记青年法典处提出 过渡应该以法规 务实力为害以防以及管理促习 先进保护楼港的责任 在这儿让我感到这儿也无比爱的记忆 够喝水 够休息 要吃日 该管政府楼庆处标识 为了保护河河河河作业的劳港 这业安占卫生设施整个第324条纪六 已经规定构筑 应该采取危害以防出息 包括港阶作业中所的温度 提供音量 效忠中所 提供适动饮料 也就是食验水 条件作业时间 增加作业中所顺势评论 是不是健康管理以及适动安排工作 采取劳港 热食应相关出息 留意劳港 组业险情以及组业当中的健康重控 是不是劳港 热食应以防上官告的选择 建立经济医疗 通募以及应勉处理机制 我们家里地区近日天气都相对的高温 气象鼠也说明全台湾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 全台湾夏季热伤害急诊人次也在昨年提升 所以户外工作者热中暑或热伤害的风险非常高 症状严重者也可能导致死亡 所以这边要提醒 在户外工作者 你务必记得要多喝水 多休息 要遮阳 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 那同时也可以多留一下周遭一同工作的 作业人员的状况 互相有噪音 这边也要提醒雇主应该避免让你的劳工 在酷热的时段作业 雇主应该依法落实热危害的预防以及管理措施 善尽保护劳工的责任 如果雇主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的话 我们最高可处3万至15万元的发缓 那如果因此发生职业灾害 那雇主也会面临刑事责任 务情处长等一旦提醒 在佛网拨问当分 赞、欧、骨、定、铁类作业者 日中山的风险非常传 尽众严重者陷阱的帝首斯蒙 雇主应该披免劳工 在策略的时段作业 如果雇主没有依照规定办理 可以出3万至15万块的发款 如果发生这业灾害 雇主也会面临到刑事 声音尋文正来信 各位观看 彩虹报登 彩虹报登 努力与坚持 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 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 创造无限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